我们选出了最通俗易懂 人人都朗朗上口的这些 就是让这些孩子们能够知其然 也知其所以然 知道这句成语 也知道这句成语背后 他的故事 怎么样把这个故事讲好了 就是最后我们配了很多的插画 然后配了很多博物馆的图 然后最重要 我们让他 让所有的听众也好 观众也好 他能够知道每一则成语 他其实都是有点的 都是有出处的 成语不只是在沟通表达上面 那其实他也在资讯的传播上面 也是有非常有助益 那因为现在的孩子 他们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个成语故事影音视频 可以帮助孩子 他们在学习成语 这个上面呢 可以更加的有效率吧 js越来越多 女人 委屈 如果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